H1N1的疫情 有不少的媽媽也擔心小孩 會受到了感染 在網路上開始尋找偏方 目前最熱門的就是 薄荷腦 冰片加上髒腦 一個小時過後 固體會變成液體 被稱為是天然的滅菌方 還有人說 當年神醫華陀 就是靠著這個偏方 在當時能夠製造出 開刀的無菌式 不過這樣的偏方放到現代 能不能夠對抗H1N1呢 這可沒有任何的實證能夠證明 當年神醫華陀 就是把這三種藥材 融成水妝之後 放在密閉的空間裡面 當成無菌式的開刀房 到底這黃色的水是什麼 來到中藥行 原來是三種不同的中藥 加在一起變成的 有薄荷腦七錢 臟腦三錢 還有冰片三錢 一起放在透明的罐子裡 顆粒馬上融化 漸漸變成粘稠狀 越來越稀 一個小時後 原本的固體 就變成了一體的天然面具方 他自己放著 他自己會變成什麼 順氣 然後止咳化痰 然後殺菌 可以用噴的 或是放在 裝在香包裡面 這樣直接用也可以 不少媽媽把偏方 倒進上我手上 這樣的罐子裡面 讓小朋友帶到學校裡面來 在教室附近 做噴灑的動作 來防止H1N1 偏方 就是 從以前SARS的時候 就是有人這樣子教 就我們就這樣子學起來 所以偏方也會行 噢噢噢噢 現在多嗓 疫情擴大 網路偏方到處流傳 有媽媽還找出了當年華陀 吳俊開刀式的消毒秘方 拿來防堵新流感 但是有沒有實質的功效 可沒人敢保證 中間新聞李孟莊 方品文台中 採訪報導 採訪報導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